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Scribe的框架解读 深入理解,爬虫原理 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咱们将围绕这个架构图去讲解Scribe 首先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组成部分 我们图片上可以看到它有Scheduler,ScribeEngine,Item Publine,Spider,Downloader 在ScribeEngine和Downloader之间有一个中间键 叫DownloaderMidwells 在ScribeEngine和Spider之间有一个中间键 叫SpiderMidwells 下面具体看一下每一个组成部分 ScribeEngine 它负责组件之间的数据流转 当某个动作发生时 处发某个事件 Scheduler,调度器 它负责接收Request 并把接收的Request放入对列当中 以便后续的调度Unloader 下载器 它负负责从网上抓取网页 并传送给ScribeEngine 之后呢 这些结果将会再传给Spider Spider Spider是用户编写的可定字化的部分 它负责解析Response 产生Items和UIL ItemPubLine 这个组件负责处理Item 简型的用途包括清洗数据 验证数据 持久化数据 DownloaderMidwells 它是位于引擎和下载器之间的一个钩子 处理传送到下载器的Request和 传送到引擎的Response SpiderMidwells 它位于引擎和抓取器之间的一个钩子 它负责处理抓取器的输入和输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箭头表示的是数据流 首先看DownloaderMidwells 这个绿色的箭头Request和这个绿色的箭头Response 都会经过DownloaderMidwells 也就是说 你如果想在这个Request到达Download之前 对它做一些处理 可以放在这个DownloaderMidwells 或者从DownloaderMidwells 所获得的Response 在到达Spider之前 也可以在这个DownloaderMidwells中 做一些处理 下面的这个SpiderMidwells 可以对从Spider产生的Item和Request 做一个中间的处理 下面看一下它的数据流 是怎么样流通的 首先在Scribe執行的过程中 它会打开一个网站 并找到处理该网站的Spider 并向该Spider请求一个要爬取的URL 也就是说这个Scribe Engine会打开一个网站 从Spider里面去请求一个URL 接着引擎从Spider中 获取到第一个要爬取的URL 并在调度器Schedule中 形成一个Request 并进行调度 也就是说它从Spider中取出的URL 会形成一个Request 并放到这个调度器之中 引擎向调度器请求一个要爬取的URL 下一步 这个引擎从调度器中取出一个要下载的URL 然后呢 调度器缓回一个要爬取的URL给引擎 引擎将URL通过下载器中间键 转化给下载器 就是说引擎从Schedule这个地方 所请求的一个Request 会经过这个中间键到达Downloader 一旦在Downloader中 这个页面下载完成之后 会生成一个Response 并且将通过下载器中间键 发送给引擎 Downloader下载完页面之后 形成一个Response 传送给引擎 引擎接收到这个Response 并通过Spider中间键 再发送给Spider 在Spider中呢 会对这个Response 做进一步的处理 所做的处理也就是说 它会抓取你想要的数据 即Atom 以及下一个要处理的链接 或者说是Request 紧接着 引擎将爬取到的 Atom给Atom Pipeline 将Spider 缓回到Request 传送给调度器 也就是说 从Spider中产生的这个Atom 和Request 会相应的 发送到这个Atom Pipeline 和Schedule 接着 重复第二步 也就是说 继继续从Schedule中 这个方法 Process Request 这个方法的作用是 这个方法将作用于通过 Download Made Aware的每一个Request Process Response 它这里有三个参数 Request Response Spider 在这里 你可以对Response 或者Request 或者说是Spider 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同时 你也可以去重写它 处理异常的这个方法 Process Exception 就是说 当发生异常的时候 你要进行怎样的处理 上面它列出的是 怎样去重写一个Download Mail 也就是说 你在重写Download Made Aware的过程中 可以去重写哪些函数 或者说 必须要重写哪些函数 但它内置的也有很多Made Aware 比如这里的Cookie Made Aware 这个Made Aware 是用来处理在 请求网站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Cookie信息的 这个Made Aware 是否启用 和这两个参数是相关的 CookieEnabled 和CookieSpark 除此之外 它还有 DefaultHeadersMadeWare DownloadTimeoutMadeWare HTTPAuthMadeWare HTTPCatMadeWare 大家可以通过Scribe的原代码去详细的了解这些MadeWare 具体是怎么起作用的 看完 DownloadMadeWare的介绍 下面看一下SparkMadeWare的介绍 SparkMadeWare 这是最新的ProcessSparkMadeWare的ProcessSparkMadeWare 是处理当你发生HTTP请求错误的时候 所执行的一个class 下面是和这个MadeWare相关的一些配置参数 以及OutsideMadeWare ReferMadeWare URLensMadeWare 对于这些MadeWare 大家可以仍然去查看Scribe的原代码详细的了解这些MadeWare 是怎么样去作用的 以及它的原理是什么 刚才只是从理论上给大家对这个框架做了一个介绍 现在咱们去看一下原代码是怎么样去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框架 这里有一个工程 GliteIPS 这是咱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工程 现在详细的去对比这个框架去看一下 这些工程创建完之后 它会默认的产生两个项目 一个是CollectIPS文件夹 一个是ScribeIt的CFG 这个是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在这个CollectIPS纸文件夹下面 有个Spiders纸文件夹 还有Items Publines Settings 我们在Items中去写的是我们要爬取的数据 包括哪个项 是写在Item中的 还有这个Publines 这个里面所添加的这个类 它的作用是对Item进行处理的 它可以对Item进行清洗 或者说是刺激化 Settings 这个是我们用来添加参数的一个配置文件 当你写好Publines的时候 或者说你写好了DownloadMidware 或者说是SpiderMidware 当你写好之后 你需要在Settings中进行配置 配置之后它才能起作用 接着看Spiders Spiders 也就是说 也就是这个图中的这个Spiders 我们要在这个Spiders中 加入我们自己的逻辑 就是说怎么样去解析网页 从网页上怎么样去抓取数据 以及产生下一步要处理的UIL 这个就是Spiders 它的一个整个的内容 首先是它的一些属性 Names AllowDomins 是它的UIL 然后是两个方法 StartRequest 这个是用来产生 ChooseRequest的一个方法 下面的这个PERS PERS是解析你这些UIL所产生的页面的一个函数 你要从这个页面中获得什么样的数据 比如这里的IP Port Persion Type Speed LancerCheckTime 然后它会在这个PERS中去缓回你说获得的这个Item 也就是说你抓取的数据 当这个Item缓回之后 会进入到Pipeline里面 也就是说会进到这个类里面 交给这个Process Item去处理 对应的架构图也就是 也就是说 你产生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这个Item 会交给Pipeline 这个地方的Request 会交给Schedule 这是我们 从代码中能看到的所有的部分 我们不能看到的Downloader Schedule 以及ScribeEngine 都是Scribe已经内置好的 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它 今天的内容 主要就是围绕这个框架去介绍 对大家的一个要求是 明白框架中的每一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以及数据是怎么样从某一部分流转到另外一部分的 以及中间键的写法 如果你们想更详细的去了解Scribe的整个框架 可以去查看它的圆码 去查看它的文档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